人驾中国行来大天朝享受生活 他中国行来教国清队做人 这绝对是NB历史上最有教育意义的中国行 2017年7月24号 开启中国行的欧文受邀来到国家体育总局篮球训练馆 面对处处茅庐的中国南篮国清球员 欧文化身主教练亲自带他们训练 他先是掩饰运球和上篮的正确姿势 训练完后 欧文又化身陪练和国清球员来了一波车轮战 首先挑战欧文的是辽宁大将张震灵 面对比自己高了半个头的张震灵 欧文一个加速就过掉张震灵 然后突破到篮下 打进一记高抛上篮 这一球张震灵也展现了自己的弹跳 第二球欧文继续进攻 他用身体碾压张震灵 然后在罚球线区域一个背身回拉 再次投进皮球 第三球欧文用左手直切强突张震灵 然后在篮下欧文用一个难度极高的智库上篮 打进皮球 第四球这一次防守人换成了朱俊龙 面对青涩的朱俊龙 欧文一步都没动就把朱俊龙准飞 虽然球没进 但这虚晃能力真是令人坦为观止 第五球这次给到朱俊龙进攻 可以看到欧文的防守让他十分难受 最后欧文在原地就给了朱俊龙一个血冒 当朱俊龙和张震灵 两个身体素质最强的风险球员败下阵后 其他国清球员更是被将为打击 甚至有的球员在欧文的防守下连运球都完成不了 而欧文这场比赛也没有秀任何操作 但是通过节奏就完全吊打所有国清球员 2019年欧文来到中国上海 这一次他没有给国清球员上课 而是和球迷一起玩起了最纯粹的篮球 在中国欧文会给球迷发大量金钱篮球和金钱球鞋 他没有球星架子 他还为贵州贫困山区儿童捐赠过通年一 他还和蔡崇信基金一起给大山里的孩子送去最好的球场 这些年来 文字可能是最不称职的职业球员 但是在公益事业上 文字一定是位优质偶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